今天指數大漲120幾年 這個行情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做股票 真的股神還畢竟是股神 見解是不需要核群的 當大家都在保守 大家都不敢買股票的時候 我說生計狀安 生計狀安 我想在今天盤面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 漲得最多的 漲得最兇的是生計股 甚至於今天3176的基亞漲停板 3176基亞漲停板 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跟大家講的事情是什麼 指數7月15號創新高的時候 我說獲利入貸 獲利入貸是為了低檔 我們再來買 如果你沿路都在買 沿路都不賣股票 那你低檔肯定沒有錢買 但是當指數來到 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說什麼 生計狀安 我們來買 對不對 別人保守 我們等著減便宜 別人保守 我們等著減便宜 對不對 當然我知道 當然我知道 在最恐慌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敢出手 不敢出手 但是我問你 你每一次都等到賭定的時候 就等同你在買那個國庫券一樣 國庫券就是美國債券一樣 最保險的那一種 那個是不會有利息的 那個是不會有利息的 你做股票如果你做得很安穩 你不只不會有利息你還會賠錢 來 昨天我只跟他講 這幾天我一直跟他講基亞 對不對 到昨天 來 仔細看喔 我昨天怎麼說 我說用最小的風險 來換五成或倍數的空間 昨天基亞剩下113塊 對不對 剩下113塊錢 我說什麼 沒有失敗 只是換個起點而已 只是換個起點而已 今天基亞跌停板打開 今天基亞從跌停板變漲停板 我知道很多人不敢買 很多人不敢買 很多人不敢買 但是有人敢買 那買的人在想什麼 我說我們要買 對不對 買的人在想什麼 不會很困難 真的不會很困難 困難的在哪裡 困難的在於 我跟你說 如果你手中 如果你手中有基亞 對不對 你手中有基亞 我們雖然手中沒有啦 但是假設你有 你不要爭一步騎的得失 一直點對不對 高手是不爭一指啦 你的豬辣盒價格 有什麼關係 你走一步要看三步啊 為什麼基亞在高點的時候 我說先賣 高點喔 基亞在高點的時候 我們先賣對不對 然後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我說要等著買 那現在呢基亞今天打開 未來的 你覺得未來是什麼 我寫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看 為什麼我說下來可以買 我想今天基亞從跌停板打開 大家已經覺得正常 反正打開很正常 問題是漲停板 來 你今天有沒有買 如果你有買什麼價位要賣 會一次上嗎 如果不會一次上 上來要先賣一趟 對不對 那那個價位會在哪裡 這個不是用拆勞 我說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在規劃當中 很多事情是可以用算的 如果算不出來我們就不參與 如果算得出來我們就進去參與 對不對 來 今天生技類股大漲 我給你看我們的動作好不好 來這志勤 高點的時候我說股票先賣賣對不對 那下來的時候買生技股嘛對不對 買生技股 生技莊案 我們生技莊案 莊案會員 買的第一檔就是志勤 買的第一檔生技股就是志勤 我們生技莊案會員 從成立到現在 就是在指數最難操作的時候 就這一段時間 從這裡開始嘛 從這裡開始生技莊案會員 從開始陸陸續續 10個會員 20個會員到現在 生技莊案的會員 第一檔買的就志勤 沒有錯吧 好 來 188 186 188買進 哪一天 8月19 當天拉到這裡 205塊 對不對 205塊還記得當天我怎麼說 我說這個有人會當衝啊 所以他當天不會漲停 但是未來還會再漲對不對 好 8月20再漲 昨天8月21洗完盤之後漲停 不急虛報 今天志勤再創破亂新高 235塊 收盤230塊半 好來 今天230 232 先賣一半 先賣一半 一定賣還掉 因為這裡是還有235嘛 10點多 230 232 先賣一半 先放口袋 來 我有跟大家講過為什麼 當你看到所有人都在搶股票 所有人都想搶的時候 你要怎麼買 你的價格變高了 問題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生技中央會員 不是沿路都在買喔 志勤是我們買的第一檔 第一次買在哪裡 在這裡 然後再買 再買 再買 今天賣一半 是不是都在這個下面 都在這個下面 今天多少 今天230 232賣一半 你買最低可以買到180幾 190嘛 今天賣230嘛 對不對 那原因在這裡寫啦 我已經跟大家寫啦 因為志勤是胰臟癌的新藥 他三級的臨床數據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數據 甚至於比現在的藥 現在上市的臨床藥 還要更顯著更安全 所以他未來可能取得FDA認證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未來預估的EPS 我們都是預估到明年的EPS 對不對 敢買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今天在哪裡 今天在這裡 這就是所謂奇高一佐 富過一世 對不對 別人走一步看一步 我們走一步要先看三步 先看三步 這個志勤短短的時間 你不敢動沒有錢 你不敢動 你都不敢買站在旁邊看一塊都沒有 等你受不了的跳進去 還不見得會贏喔 但是我們在等什麼 等什麼 這吉亞 吉亞不是天天買耶 吉亞從高點預告你要賣 我這裡一張都沒有買過 一張都沒有買 還告訴你要先跑鮮影對不對 好 掉下來這裡 中間一張都沒有買 跌停打開 叫你不要買 對不對 8月12號叫你千萬不要買喔 好 今天呢 昨天跟你說最小風險嘛 我請問你 今天從跌停到漲停 那我講有沒有錯 那為什麼我們敢買 我說過如果有一家賭場 假設有一家賭場 他會不會有VIP室 如果VIP室 會不會有VIP中的 VIP中的逃生門 那如果有逃生門 至少這是逃生門 先不說反彈 不說回升 我說回升你也不信啊 那上來到什麼價位 可能是第一個短出最漂亮的價位 壓回來再來買 你現在手中沒有的 還可不可以買 如果禮拜一漲停 你還可不可以買 這是很多問題集中在這裡 但是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你要先預估 先預估 就像我們做股票一樣 來這8月19 8月19 升級股還在跌對不對 還在跌嘛 我說這一檔 跟美國上市大藥廠合作 它的藥在2016年 會核准上市幾乎很大 那明年2015年有一個零血劑 也就是說 明年有一個藥要上市 後年有一個藥要上市 那跟他合作的是 美國的一個上市公司 納斯達克掛牌的 人家股價都沒有跌啊 股價都沒有跌 可是國內的跟他合作的 跟他合作的 你看喔 同樣是升級股啊 為什麼跌成這樣 我說你不敢買 我買給你看 不敢買我買給你看 未來升級股的所謂差距 會越來越大 會越來越大 看你有沒有研究 如果這一段時間你升級股都不敢做的 那你以後也不要做了 因為你可能真的沒有研究 但是有研究會怎麼做呢 829我說買給你看嘛 買了會怎麼樣 來8月20 小漲震盪壓回 都可以買啊對不對 漲停啊 漲停板也沒有鎖啊 我怎麼跟你說 我說漲停板碰到之後 收盤沒有漲停啊 米安西續報還會再漲 8月20 這8月21 壓會爾之後再創新高 今天再來再收最高 那今天基亞剛剛打開 那今天指數剛剛大漲 再配合今天指數大漲 基亞跌停板打開 它是生技股 大股都是統一 大股都是開發基金 對不對 一切都在規劃當中 來這829 當成的微笑 那基於股再跌 我們再看報告 生技類股 大模的 為什麼要看 美國股是掛牌的 不是台灣掛牌的 他們的股價分別是多少 一檔接一檔對不對 股價應該合理是多少 我看這個幹什麼 我看這個幹什麼 我在等今天 我在等今天 這一檔股票 它跟美國上市的一個大藥廠合作 合作做什麼 做血癌的一個藥劑 血癌的抗癌藥劑 那這抗癌藥劑 6月份已經受交美國FDA 2016年年底 機會很大會核准上市 那為什麼說機會很大 因為很明顯 跟它合作的這一家公司 三個月的時間 在美國掛牌的公司 它是大漲 三個月喔 三個月的時間 在美國掛牌的這一家 跟台灣這一家公司合作的 它是大漲這麼多 幾乎創波段新高的狀況 那這樣子為什麼台灣 跟它合作的股票 確實跌這樣子呢 因為利多在後面 6月份他們合作的東西 6月已經送交美國FDA 在2016年年底 機會很大核准上市 就表示什麼利多在後 跟過去的基亞一樣 基亞60幾塊 基亞80幾塊 基亞100塊一樣 可以看到嘛 未來有一個藥會核准上市嘛 那不只這個藥喔 它的另外一個藥 叫林雪劑這個藥 明年2015年會上市 表示它明年有一波 非常強勁的成長 最大的利多在2016年 跟美國上市的公司 合作了抗癌的新藥 這一家公司 在美國大漲到目前為止 如果基亞過去60幾 100多可以漲到400多 為什麼這台股票中出 為什麼大家看不好生技股 我買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來買 測標給你寫反市場大贏家嘛 對不對 今天指數大漲生技股全面大漲 那當然 開心是一定的 但是不要太開心 因為未來要賺更多 未來要賺更多 這8月19號 對不對 我說跌這麼慘了 對不對 不要怕嘛 它也沒有漲很快啊 就慢慢漲而已啊 然後漲停板 那漲停板要不要賣 當然不可以賣 走 慢慢走的 未來會用噴的 洗完之後再上來 好 今天又說到最高點 這短短幾天而已 對不對 短短幾天而已 如果你要算 之前還賺更多 對不對 之前還賺更多 你這下面買全部都有 你下面隨便你買都買 有 我第一次跟你說買在這裡嘛 上來再買 要後來再買 買啊 先賣一半吧 沒錯嘛 對不對 你說老師 我們生技莊會不會做很多檔 生技莊會員 我們第一檔買就是自己 那剛剛這個是我們第二檔買的 所有買的都賺了 只要有出手都有賺錢 好啦 有出手都有賺錢 不只我們要賺錢 我們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我怎麼說 我說開張要吃三年啊 對不對 才漲個一只 才漲個一層兩層 賺個一層兩層 還不夠開張吃三年啊 現在開張吃三年在哪裡 來 開張要吃三年啊 雞啊很多人不敢買 別人敢買我還真的不敢買 別人不敢買我就喜歡 對不對 別人敢買我還真的不敢買 你們敢買我還真的不敢買 對不對 我昨天就跟你說了 我是跌停跟你說的喔 不是漲停才跟你講的喔 昨天跌停跟你說的喔 最小的風險換五成或數倍的空間嘛 對不對 今天3176 我講在前面不是事後跟你講的喔 昨天還跌停嘛 今天開買是跌停啊 收買在這裡嘛 那很多人今天沒有去買 你也沒 因為你裡面沒有錢對不對 因為全額交給人要放錢嘛 在放錢的時候總是覺得怪怪的 好像對不起自己怎麼會買這種股票 但是問題 我跟你講過 牌要怎麼打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說 那上來是拿到某一個價位 我們有預估價位囉 會先賣一趟 那壓回來 再來接用 或者看情況而定 所以如果要做股票 我說第一個 我一定選別人不知道 對不對 經過計算了 一年不開張開張要吃三年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東西 我跟你說的 其實基本上來講 生計股很好賺喔 但是你不要等到我們獲利路代理才來喔 獲利路代理才來 在這裡有一檔 還不錯啦 你看K線這裡小紅紅對不對 現在是小紅紅 上次小紅紅是這樣大漲 現在小紅紅會不會長不知道 一旦長了就會長很多 所有的生計股裡面 我會幫會員 挑最好 最安全 空間最大的 相關的生計股 那如果你守著我生計股 你想要換股操作 又或者你想要買基亞 你今天還沒有買的 又或者你買了基亞 你不知道什麼價位 要賣的話 來歡迎你 生計專案 我們有全盤 全盤的一個所謂的計畫 跟全盤的規劃 一個完整的規劃 在出手之前 別人走一步之前 我們先想後面會發生的可能性 跟情況的預估 那全部看好了 安全了 我們就會進場做佈局 你想買基亞的 守著我生計股 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你來店做詢問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期段再回來 我熱愛走路 但有時也開車 走在路上的人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你我的家人 或許你現在是駕駛人 但當我們下了車 每個人都是行人 發揮同理心 你讓行人 讓每一個人 都能行得安全 友善你讓駕駛最棒 車讓人 台灣行 掌握過內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交線 02-2772-6855 2772-6855 人生 外父就是 追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積財富 全景投庫 這幾股市最負責任的 投資專家 集合心理 投網 產業 和技術 各個面向 在盛行萬變的股產中 帶領各位 殺出重圍 過利致富 全運全景 全程四級 速播服務專線 迎來 2772-6855 2772-6855 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採用過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交線 02-2772-6855 2772-6855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 今天升級股大漲 指數大漲 很多人在想說要不要進去買 別人還在想 因為你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我說 如果你是個高手 就像下棋一樣 你要下一步棋之前 你要先想未來三種可能性 三步之後 如果別人下什麼 我要下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像現在升級股一樣 升級股是所謂的高手過招 既然是所謂的高手 他不可能都沒有規劃 他就進場了 沒有規劃進場那是散戶 要好 看看有沒有利多 那是散戶 但高手怎麼做 高手當然是先想好怎麼做 對不對 當基亞還在跌停的時候 我說什麼 自勤啊 我也沒給你蓋牌 對不對 他胰臟癌 他也不是肝癌 對不對 三起有過啊 跌到一百八十幾塊 一百九十塊錢 大部分人都不敢買 你有沒有想過 不敢買他還會漲 那表示有人敢買 對不對 那買的人 有沒有賺錢 還不只小賺還大賺 大賺之後還給你繼續賺 繼續賺之後再給你差一點漲停 差一點漲停都會先放口袋 這樣就沒變數了 先放口袋 這樣就沒有變數了 我跟大家講的是 很多生計股裡面 現在 大家對於生計股的題材跟想像 已經大打折扣 你已經不太相信生計股的題材跟想像 但是生計股它有沒有題材 有沒有未來空間 當然有 問題是你要用算的嘛 如果你算得出來 那當然 我說過用最小的風險 換五成或倍數的空間嘛 最小的風險換五成或倍數的空間 今天其實漲停板 今天指數大漲 其實分析節目不需要什麼分析 但是我跟你講的是什麼 在生計股還沒大漲之前 在基亞跌舔還沒打開之前 我跟你說的話都沒有變 這8月20 我說這個別人來入股 入股喔 入股它 私募喔 每股120塊 對不對 是兩岸一財合作收入股 是不是最低 我教會連這都沒可以遮嘛 這已經8月20了 對不對 昨天8月21 拉起來 50塊8到54塊3 對吧 今天呢 今天57塊多 難道我們是等到生計股大漲之後 才說生計股可以買 當然不是 所有的規劃 所有的計畫 都是事先看好的 來 8月20號 當時的武器啊 這個是有邏輯有概念的啊 那你問說老師 那你昨天那個太快喔 那個字請也都太快 我看節目都來不及 好 那這一檔你看節目來得及喔 這今天喔 這今天8月20喔 這今天8月20 做什麼 一財 它不只是做高階的一財之外 它還是兩岸合作的先例 什麼樣的先例 山若生物是中國大陸掛牌的公司 它是做中階一財 低階啦 應該說低階 低階一財 它東西很爛 那未來一改 它的東西都不能用 不能用怎麼辦呢 要來入股 私募入股台灣的高階一財 入股之後可以做獨家代理 有10年的時間之外 它還可以 未來成立子公司 一起來 一起來投入中國大陸高階一財的部分 它只要花這個錢 買兩成不到的股權 就可以擁有相關的權利 對它來講非常划算 但對我們來講呢 也是很划算啊 你說老師這麼划算股價呢 那股價也很划算啊 這什麼時候才有 因為基亞重挫才有啊 什麼可能有這麼好公司跌成這樣 對不對 價格是這樣子嘛 人家是這樣子啊 動作要快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先請跟大家講了 其實生計股在跌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算嘛 對不對 來這個比較好算 這已經寫在這裡了 8月20號 我說大家不敢買 我們來買 我買給你看嘛 對不對 重點嘛 要會漲嘛 對不對 一財兩岸合作 8月20號 50塊8 對不對 50塊8 小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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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塊3 543 對 543 今天呢 543開始 用54塊3又開始出發 57塊 那 漲多先休息一下 休息停在這裡 先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看的是整體的空間嘛 對不對 整體的空間 等你看到整個市場人氣回溫 生計類股大家開始有興趣的時候 未來的買盤會越來越強 生計股的買盤會越來越強 那當生計股買盤越來越強的時候 你要先去找 還有什麼樣的股票 在未來 它有很大的誘因 對不對 例如我們先前買的 4162的字琴 對不對 有很大的誘因 我跟你蓋牌的這檔股票 我們很多會員都有買了這一檔 對不對 還有這一檔 甚至於什麼 甚至於基亞的部分 基亞你可能不太敢買 這個可能需要點技巧 那節目上 因為很多人在操作基亞 所有節目上不能講 基亞這個要保密 好 來 除了基亞之外 來這一檔 生計股 現在股價相對低 7月份營收 比1月份跟6月份 每個月都大幅度的成長 7月份營收大幅度的成長 為什麼 它有五成營收來自中國 它本身是做保健食品 跟一些美裝的 代工的 代工LV集團的 專業的代工 有所謂的專利 LV集團在中國大陸 代工的這品牌 有150家以上的門市 51個城市有150家以上的門市 股價最低 上一次的小紅棒在這裡 一次漲之後 周線 現在小紅棒在這裡 對不對 最低 股票我都幫你找好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們等的不是一天兩天 我們要什麼 一年不開張 開張要吃三年 來 你想要操作生計股的 你先前不敢做生計股的 今天開始想要操作生計股的 都可以 你想要做GR的 你有任何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來店做詢問 這個是我給大家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有興趣歡迎你 今天週末 祝大家週末愉快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豆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 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掌握過類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金線 02-2772-6855 2772-6855 原生 外夫就是 接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積財富 全景投庫 聚集股市最負責任的 投資專家 集合心理 筹網 產業和技術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同款中 帶領各位 殺出成為 獲利致富 全員前景 全程四季 速播服務專線 迎來 2772-6855 2772-6855 下沙 下沙 只要四折 烘天雷滿一送三感恩 回饋大放送 即日起參加 烘天雷終極實務翻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 烘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要 了解更多 請速播 0223-653-255 打擋喔 讓你快意奔馳